做過這樣的實驗 就是它對聲音的震動遠距離 所以真的是在旁邊產生震動 它就會感應 它的震動要夠明顯這樣子 這個話說這個植物其實是那個 平地的那個一個常見的野草 然後可是因為那個農藥的關係啊 像那個農田旁邊的 然後一般的路邊的 然後應該都被幹掉了 所以現在如果想要去找這個草的話 我前幾年有人抱了一個地方給我 然後那個那邊真的是長很多 我就挖了三四顆回來 結果沒有一顆就活著下去 因為它好喜歡長那個那個沙子有沒有 因為我剛才在那個黃沙波瓦 那個黃沙波就是那種有沒有 人家在蓋頭 那個墳墓蓋頭都是有殺死的土這樣子 它好像需要那個排水性很好 因為我回來我發現我對它太好了 找那個那個黑色的藥土想說這比較肥貨 我就畫也沒有一顆活下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要摘的話 在那個卓蘭 卓蘭實驗高中的隔壁那個公墓 有人跟我講說那邊很多 一去果然很多這樣子 但是挖了有點心裡變茫茫的 因為那個旁邊 然後聽到那個人家已經 已經有那個柬埔走的那種地方 才比較方便 那個旁邊正好有墳墓的感動 所以如果你們那個之後閒錢沒事的話 還有看有沒有人再願意去 算命的說我最近八字看清的 就是少保墳墓會比較好一點 哪有八字青棟會一促成就出這個草 然後不知道怎麼做一點 還是會受到其他人的意思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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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很不想玩 好啦 好啊 好啊 接下來看那個 其他的就是利用鴻鴨的影響所產生的運動現象裡面 比如說虎蟲運動這個反應也算快對不對 所以你在虎蟲的葉子上面這種變態葉 丟著小蟲子對不對 這是虎蟻草 這是蟲蟲 這是蟲蟲 這應該造假的 我就猜啦 這是網路上找來的照片 因為太大隻了太明顯了 那頭已經買進去了 對啊 那這是虎蟻草 這一般來說小顆的大概是100到150 大顆的差不多250到300 這你們可以去買一顆來種看看 這是我對它長期以來的懷疑 我覺得葉子的動作速度根本不可能抓得到長蟻 因為長蟻其實還蠻靈活的 你太相信它會抓得到長蟻 所以為什麼叫虎蟻草 還有一般的食蟲植物啊 通常它原來的生長環境都是缺蛋 所以食蟲植物通常是生長在有一點潮濕 但是有比較貧瘸的這個環境之下 所以那個如果你將來真的看到它很可愛 然後買了一顆回來請切記 一不要直接澆水 它只適合在那個土壤上面用噴霧的方式保濕 二千萬不要給它絲肥 你看它 你看它 水死啦 臭味喔 它的唯一的臭味就是那個土壤潮濕那種有沒有 那種 有一點類似美味的那種而已 那其實還好 沒有那麼重啦 我就說大概是虎的關係 那這是毛沾台 毛沾台那個葉子上面那個有沒有 一根一根 然後會分泌那個黏液有沒有 然後帶有一些消化消毒 所以 蛤 欸 沾雲還是很長這樣子 好 所以就這樣 弄弄弄弄揪起來 然後把它擰住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開始分解 好 我利用這個方式來補充那個蛋化合力 這樣OK齁 那因為植物 植物的營養成分裡面 就是蛋、鱗、醬 這三個很重要 好 然後所以 它補充的是這樣 所以它雖然 本質上還是生產者 因為它有形光的作用 可是 那個 額外附帶有一點消費者的角色 因為它會去捕捉那個蟲 補充它需要的蛋原物的來源 那 那所以這個都排算快 對不對 也沒有牽涉到伸展 所以這個叫運動 然後還可以接受 那我們那個四個小水池 之前 是後來好像青光 對不對 那四個小水池 之前不是有睡蓮嗎 對 偶爾有一段時間 會長得很好的時候 它有開畫的時候 你去看真的 差不多三四點左右 那那個花瓣就開始閉合 可是這樓畫事實上 它會開一段時間 所以它期間 是每天到傍晚的時候 就是花瓣閉合 隔天再打開 對不對 如果你去看千六花也是一樣 千六花的話 每天傍晚的時候 它那個花瓣就開始收熱 就捲起來 那隔天的時候 在第一方向再把它轉開 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人事室 還有那個什麼 會計室後面 其實以前 好像後來也是被拔得很乾淨 就是那個座香草 座香草的那邊 其實是 學校那個長得最大片的地方 那也是啊 在傍晚的時候呢 這只要陽光變弱 一段時間 然後它那個葉片呢 就整個折起來 往下折起來 收起來 等到隔天這個 大概八點九點的時候 這個葉片又展開了 這些基本上都是屬於睡眠運動 那睡眠運動是一種日週期 以24小時為週期性變化的運動 而且有一些植物呢 它的那個睡眠運動 已經變成是 真的是生理時中了 或者叫生物時中 就是你現在呢 把這個植物呢 24小時完全遮光 那你就會發現呢 它原本對應的 那個白天的時間呢 它有白天的樣子 然後 到了晚上的那個時段呢 它就真的開始睡眠這樣子 所以它有些已經是 那個光的影響 對它已經不重要了 它可能長年演化下來 它就已經習慣了 這是特定時間到了 然後它就展開 特定時間到了 然後呢 葉子就收起來 所以 這種日週期 有些已經內化了 好 所以接下來 下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大的重點 就是那個光週期的問題 那光週期這個地方呢 我們有兩個比較需要去深入討論的 一個就是那個 光週期對開花的影響 然後第二個是 那個光會影響到植物體的發育 健不健全 好 然後先看那個光週期的部分 光週期基本上 你可以付註一下 它就是一個日週期 以24小時為單位所形成的週期性變化 那我們目前 我們現在的焦點是放在開花 但事實上呢 它對某些種子的發芽有影響 那這個開花也不是所有的植物 有些植物的開不開花 基本上也不是受到光的影響 而是受到其他因素 然後再來 那個光也會影響到植物體的發育等等 這都是把所有的植物都市有 就是有很多這樣的現象在 但是我們就是取那些比較指標性的例子來談 好 那 光週期事實上呢 影響植物開花這件事情 其實很早就有人從一個很粗略的觀點來看 那時候是覺得 好像有一些植物呢 這應該聽過這個名字 有些植物感覺上 如果你希望它開花的話 在它整個生長季節 就是達到花苞出現之前的那個發育過程 如果你給它的日照時間越充足 到時候那個開花率就越好 那有些植物是顛倒過來的 就是你給它的日照越充足 開花率可能是越差 所以以往呢 就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 就感覺日照時間的長短變化 似乎真的會影響到特定植物的開花 然後再加上 加上剛剛講的 就是有些植物看起來是日照時間比較長有力 那有些是比較短有力 所以就定義了這樣的名詞 但這兩個名詞現在目前在淘汰當中 因為它觀念是誤解的 一個叫長日照植物 另一個叫短日照植物 不可能 所以短日照植物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不對 就是影響植物開花的光週期 日照時間的長短根本不是關鍵 所以現在這兩個名詞已經被換掉了 換成什麼呢 我們本來以為是日照時間越長越好 不對 後來發現它根本要的是什麼 晚上時間越短越好 然後那個原本以為的短日照的這類植物 就發現原來是因為它需要的是 晚上時間是越長越好 這當中觀念到底怎麼轉過來的 這方面會談那個細節 所以現在先來看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詳細的研究 那因為日照時間到底要怎麼樣的程度 叫長怎麼樣的時間叫多短 所以我們看這樣一個實驗的結果 S頭基本上是晚上的這個對應的時間 所以像我們後面那台機器啊 那個右手邊有沒有 那看起來像大型冰箱的 左邊那台真的是冰箱 右邊那台是生長箱 那我們實驗室的冰箱 最好不要冰15 那個裡面冰了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們希望不要想說 啊那個反正實驗室的冰箱 都沒有人利用 我來見冰一下 千萬不要 希望能奉勸你 那個可以安靜使用的 我都用過了吧 啊不能安靜使用 我一定會阻止你不要用 就像我一直阻止你們在實驗室裡面吃東西 你真的不知道這個桌子 曾經有多少人手上沾了什麼東西摸過 這還是乾淨喔 以前那個 你們更老闆 你們以前的學姊在那個 舊的生物實驗室有沒有 那是超級無敵的 我們看 然後趕在那地方手摸摸 然後吃東西的那種 真是被我的不提手就這樣 我完全沒有辦法忍受 好 那所以 那個右邊那一台就是生長箱 那可以控制溫度跟濕度 那一台還不錯 你不要小小看那一台 那一台像都是買幾萬的 十幾萬的樣子 而且還買到比較差的 因為要好一點就三十幾萬這樣子 希望以後有一天可以買到 人走進去就可以併起來 類似像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樣的設備呢 就很方便 就是說你可以去定時 每天 你去設計很多不同的實驗組 然後每一組呢 給他不同的日照跟晚上的時間 然後加起來就是24小時 所以比如說挑一個點好了 比如說呢 這個實驗組呢 你每天給他16個小時的日照 然後8個小時的黑暗 完全用人工來控制 所以你就不用受到那個自然光的影響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 那我就設計很多的實驗組 然後接下來呢 每一組像菊花這種食物都很方便 這個時間差不多菊花差不多在種那個小明 所以大概隔一個月之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 呃 永靜鐵尾這一代 就是有很多菊花點 開始在點燈 好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一般大概7月其實已經開始在種了 然後 所以你去想一下一下 我們每一個實驗組呢 比如說種個10顆 好 然後呢 假設像這個條件 好 每天呢 我給他16個小時的光照 8個小時的黑暗 然後呢 大概隔了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呢 他該出現花苞了 那我就算一下 這10顆裡面的幾顆出現花苞 我給你算 他大概有一半會出現花苞 所以開花率50% 那所以 我就設計很多不同的實驗組 然後呢 給每一組都給他不同的這個光周級的條件 好 然後等到那個花苞該出現的時間的時候 我再去算一下他的開花率 這樣可以理解這個時間嗎 好 所以這樣做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像菊花就很明顯 菊花的話呢 是 你看 X軸是晚上的時間嘛 所以他的 黑夜的時間越長 對菊花來講 開花率是越好 你看 所以我們就把菊花定義為是長葉植物 你看 然後像這個菠菜 菠菜的話 基本上呢 晚上的時間越長的話 他的開花率反而是越差 雖然我們不太知道 為什麼菠菜一定要種到他開花 因為沒有人這樣種 但是他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菠菜的話是 黑夜的時間越長 開花率是越差 你看 所以當我們去定義說 我現在有一個植物 希望他開花 或不希望他開花的時候 我總是要給一個 比較好或不好的這個 這個光周級的條件嘛 所以那個好跟不好之間 那我要怎麼定義那個標準 所以後來呢 就定義這個門檻 開花率50% 如果你現在希望菊花的開花率很好的話 那也就是說 因為他是長葉植物 所以對菊花來講 你希望菊花的開花率 比較往理想的方向的話呢 你的晚上的時間 起碼要給他超過8小時以上 就大於50%的開花率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像菠菜的話呢 菠菜的話 如果你就是種這個菠菜 不希望他開花 那就是 你每天給他的晚上時間 起碼要10個小時以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菠菜就沒有開花 這比較符合我們對菠菜的需求 就是只希望他發生長 不太希望他開花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 兩條做出來之後 你至少可以發現 有兩個基本類型 就是長葉植物跟短葉植物 對不對 而且很明顯發現 那個門檻其實不一樣的 開花率50%的地方 其實不同的植物 它的臨界點是不同的 好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臨界的門檻 叫臨界黑暗 好 就是這開花率50%的地方 定義為是臨界黑暗 那 可是如果對菠花這種長葉植物來說 你希望他的開花率好的話 你給他的黑暗期要大於臨界黑暗 那如果是像菠菜這種短葉植物呢 如果你希望他的開花率好的話 那你要給他的黑葉的時間 必須要短於臨界黑暗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不同的植物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臨界點也不同 至於是要跨過還是不能跨越 這個又有不同的地方 那問題是還有一些植物呢 它其實是不受到光周期影響 是由其他的刺激因素來決定它開不開花的 那一般這種光周期的變化對它就看不出所以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類的植物叫做中性施造的植物 可以嗎 好 然後 所以幾個比較指標性的例子 欸 這裡 欸 欸 老實說是真的背起來比較好這樣子 這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 像那個 比照菊花 對不對 像那個菸草 這個菸草的話 我們這邊有種的大概就是那個快關 中章 那個快關叫到那個附近 我剛才有幾塊錢 真的固定好像有在種 那可能七月 欸 菸草葉子很大便 好 然後那個 菁牛花也是 然後草莓 這樣就可以解 好 你看菊花是什麼時候在開花 大概就是 十二月底到那個 農曆年前這段期間 對不對 然後那個 羊帶來有沒有聽過 這個也是跟那個 跳舞草一樣 就是它也是被農藥幹掉的植物 這以前在鄉下路邊 其實很常見 大概這麼高 然後呢 果實 拇指頭這麼大一顆 扁扁的 然後刺刺的 那這羊帶來是因為那個 像貓狗啊 牠們有時候不小心鑽草叢 然後身上就會就會黏住 有點像鬼真草一樣 所以就把它叫羊帶來 這植物還不錯 這植物基本上裡面 有不錯的抗氧化成分 那已經被農藥幹掉了 的話我連想說 種個幾顆 在學校裡面的也找不到 像跳舞草一樣 就以前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 隨便都找得到 我現在很努力去找 找到某某某去才找得到 那真的是 好 那如果是短頁植物的話 以前俗稱的長日造植物 這是錯誤觀念 所以像甜菜 好像有特定的人在種 這個還不錯 然後賣基本上比較少一點 台灣主要種的還是小麥 然後蘿蔔去 蘿蔔去很重要 然後鵪尾 鵪尾有沒有聽過 鵪尾的話 在台灣算是因為太熱了 所以通常鵪尾是比較尾度高一點的地方 那個是它主要的尾度 所以比較涼重的地方 是它可以出現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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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接下來 那個 這個 好 所以接下來一個問題來了 那 所以呢 這些長夜植物或短夜植物呢 看起來 它應該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感受光線的變化 所以在它整個生長期 從小幼苗 然後到植物體成熟 在一段的生長期間裡面呢 你如果給它適當的光周期 就是日夜的相對長短變化 如果是合適的話 等到它植物體成熟了 該出現花包的它就出現 所以如果你在錯誤的環境裡面去種 比如說呢 假設它需要那個很短夜的條件 夏天比較容易遇到短夜的條件 偏偏呢 你硬要在同天種 對不對 它就變成長夜的條件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現呢 你的植物種錯的季節 很有可能只是因為那個季節的 日夜的相對長短不適合它 不見得是溫度 可能是那個日夜相對長短的關係 那既然它可以感受到光照的刺激 那就表示它一定有光的壽氣 你看看 所以後來發現那個開花這件事情的 光周期的關鍵光壽氣 是誰 叫光明素 你看看 然後光明素就有點麻煩 因為它掛了這個素 其實這個素主要是指色素 你看看 那可是 因為我們通常 這個段都是跟著激素 後面再介紹的 所以很多人 一看它那個光明素 都會把它聯想成什麼 光明素造成開花的激素 這樣解讀就會有點怪怪的 不是 它是用光明素先去感受日夜的相對長短 然後 等到確定日夜的相對長短 合不合適 然後接下來呢 再後續引發那個開花 就是長出花苞 那開花到底是誰影響的 現在他們找到一個疑似的化學物質 然後呢 就先把它命名為叫開花基礎 所以以後在教科書裡面 還會再出現一個基礎 現在是疑似 還沒有很肯定那個化學物質 到底是不是 而如果將來確定的話 就會寫進來教科書 這時候就會多一個基礎 叫開花基礎 它的名字 這個基礎很有趣 它是名字先被命名 東西在哪裡 不知道 一開始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 只認為有一個基礎 負責執行開花這件事情 然後 後來最近有找到一個 可能是開花基礎 所以光明素 它是受氣 它不是基礎 這一定要先確認的 所以它負責的是感應的那一頭 感受光的變化 至於影響開花 長出花苞這件事情 有其他的基礎 來負責 所以接下來 光明素這個色素 基本上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是一個蛋白質 然後它是一個 兩個單月單位 所組成的一個蛋白質 所以一般教科書 卡通 這個大學教科書也是這樣畫 卡通式的畫法 就是畫成兩個單位 然後並排 然後 這個蛋白質 它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是 它是一個光反應的物質 就是它會受到光 照 然後產生 形狀上的改變 然後它總共就只有兩種造型 就一個很簡單的形容方式 就是兩個單位開開的 兩個單位合起來這樣子 OK嗎 那 這樣的 純粹只是形狀上的微妙的改變 可是它裡面的氨基酸組成 通通都沒有變化 可以聽聽嗎 這個只是純粹是形狀上發生改變 內容沒有發生改變 那這樣的改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發現 因為它是色素 你看 所以 通常色素 對於某些特定的光 它會有吸收的能力 還記得葉綠素嗎 就算葉綠素主要吸收的是哪些顏色的光 葉綠素不是主要吸收 紅色、藍色、紫色的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像黃色、綠色、葉綠素的吸收能力就很差 這樣可以聽到嗎 你只要是色素都會有其他的特質 所以後來呢 他們再去抓 發現 原來左邊這個造型 左邊這個造型 它對可見光的紅光比較敏感 然後 右邊這個造型呢 它對於不可見光當中的紅外光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就依據這個把它分成紅光型 代號PR 然後 因為它有一個特色的波長在660奈米那個地方 所以 直接把它叫做P6 這樣子 這個比較少用 你至少要記那個PR紅光型 你看 就是那個 左邊這一型 那右邊那一型呢 叫紅外光型 或者也有人把它翻譯叫遠紅光型 那就是PFR 那 所以PFR呢 基本上就是 它比較能夠接收紅外光 所以 所以這兩個造型 同一種成分 但是它會因為光而產生光的反應 因為光而發生的反應 所以 如果你現在給紅光型 然後照射可見光的紅光 它會從左邊這個形狀 逐漸的轉變成右邊這個形狀 所以PR可以轉變成PFR 這樣可以想像這樣嗎 所以它的反應條件只是光 不用再其他的反應物了 然後 接下來 如果你現在給PFR 去照射紅外光 或者是 直接隔絕所有的光線 它會衰減 變回什麼PR 這樣 理解嗎 所以它們兩個的換來換去 完全就是 依照環境當中 紅光比較強 還是紅外光比較強 那你想像一下 白天的時候 可見光是很明顯 可見光剛剛是涵蓋的紅光 所以植物在一天經歷了八個小時 左右的這個日照時間 對不對 植物體內的很多PR 就會轉變成了PFR 所以到了傍晚 剛剛進入晚上的這段時間裡面 植物體內什麼東西最多 可見光變得很弱對不對 所以變成是只有背景的輻射 就是紅外光 所以這些背景的紅外光 又會使得植物體內的PFR 然後轉變回PR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晚上的時間 是有利於反應向左 因為你可見光的紅光很弱 所以現在這時候 紅外光 就變成是主要影響的背景輻射 所以這個時候 PFR 逐漸的轉變回PR 等到你到了隔天的早上的時候 對不對 植物體內這時候又有很多的PR 然後等著 接下來這一天裡面 因為可見光的紅光的照射 然後又準備轉變成了PFR 所以每天照24小時 為一個變化的週期 這兩個東西就一直在換換去 可是換來換去當中 換來換去當中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粗糙的假設方式 對這某一棵植物來講 它體內 因為不管你是PR的形式 還是PFR的形式 反正你每天就這樣換來換去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先用一個假設的方式 就是某一個時間裡面 PR 紅光型 再加紅外光型 它的總量可能是固定的 這樣可以 它們兩個是可以換來換去 對不對 所以一體兩面的一個構型而已 所以如果假設說 這兩個加起來的總量是固定的 但是在不同的時間 可能是PR比較高 或PFR比較高 就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好 所以從這件事情 植物到底怎麼樣用來判斷說 它現在接收的光照 到底條件合不合適 很有可能用什麼方法呢 比如說 上面這部分 你看這個 這個是比較常用的表達方式 也許植物是用什麼 是用某一種形式的光明素 比如說PFR 它佔所有光明素的總量 這個比例 OK 如果這個比例越高 可能對於某一些植物來說的話 是它適合的這個周遭的環境 就是光照的環境 所以它依據這樣的高比例 PFR 然後再決定要開花或不開花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它可能有可能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判斷或者是來決定這樣的光照期 就是它生產季節裡面的那個光照期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這樣 OK 好 那當然一開始這個其實是算是有點假設性的 後來他們發現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這兩個形狀轉換來轉換去 既然這是蛋白質 不要忘記了 蛋白質的合成要經歷兩道手續 1.轉入 2.轉易 對不對 所以轉入轉易 所以轉入轉易完之後呢 光敏素第一時間被合成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後來他們發現 引發後續會決定開花與否的形式是誰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定義為 那個PR呢 叫做不活化型 所以左邊這個 你把它叫PR 它叫不活化型 用那個酵素的概念 還記得嗎 我們以前講過 像那個胃蛋白鎂有沒有 胃蛋白鎂剛剛從胃腺分泌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會有功能的 它等什麼時候 等到你的胃裡面的食物充分跟鹽酸混合 所以食物開始變得夠酸了 pH值夠低了 這些胃蛋白鎂才會開始被啟動 變成活化的狀態 然後開始催化那個食物當中蛋白質的分解 所以蛋白質有時候他們會用這樣的設計方式 最初製造的時候是不活化的形式 然後呢 它可以轉變成活化的形式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 原來這樣的假設還蠻合理的 如果你用PFR 就是活化型 佔所有光敏素的比例的話 這個比例可能對於不同的植物來講 意義是不一樣的 特定的植物 當它需要的是 PFR的比例越高越理想 比例越高 越有力於開花的時候 那這種類型就是短夜植物的特性 所以短夜植物的話 你看喔 再回到剛剛這個變化的圖 你看每天進入白天開始 PFR陸陸續續轉變回PFR 那PR轉變成PFR 進入晚上的時間的時候呢 PFR又轉變回PR 對不對 你去想像一下短夜植物 短夜植物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我的晚上時間越短 PFR轉變回PR的比例 是不是變低 那所以也就是說 那我留下來的PFR 是比較高 所以 比例比較高的PFR 有利於短夜植物開花 所以我們認為 短夜植物要開花是 累積越多的PFR 對它越有利 把結果跟這個原因 然後稍微連結一下 因為看起來這樣是合理的解釋 那所以 那也是說長夜植物 你看晚上時間越長 越有利於長夜植物開花 那表示什麼 晚上時間如果越長 那麼 PFR轉變回PR的比例 是越高 所以留下來的PFR的比例 是不是變長 所以晚上時間越長 對不對 晚上時間越長 PFR留下來的是不是越長 可是這樣的條件 是有利於長夜植物開花 所以對長夜植物來說的話 它喜歡的是 PFR的比例比較少 可是對短夜植物來說的話 它喜歡的是 PFR的比例比較少 所以到這個點 基本上 我們已經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釋 原來光明素兩勤 它的比例 就是決定 有利於短夜 或有利於長夜植物開花的條件 所以植物原來是利用整個方式 來去感受日夜的相對長短 你看 所以日夜的相對長短 它會反應在 PFR對應在所有光明素的比例上面 然後不同的植物 對這個比例 可能是正面的刺激 或者是負面的刺激作用 所以這個時候再去看 你要在短夜植物上面解釋 還是要在長夜植物上面解釋 這樣OK這樣 這樣沒問題 好 所以這段算很難的 所以我們先從那個簡單的開始 你總是會 不是一開始就了解這麼透徹 一定是先有一個慢慢的發展 所以以前的做得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反正就是觀察到 有些植物呢 你給它的製造時間越充足 它開花反而不理想 像什麼 像菊花 你們講義上那個圖會比較完整 我這邊少一半 這是189月那張圖 所以你看菊花 菊花的話呢 種在夏天開花率就很差 種在秋冬 開花率就很好 有沒有 所以一開始只是一個 簡單的 比如說這是淵尾 那有沒有看過淵尾 淵尾 淵尾 這是一個稀有植物快絕種了 因為只要一出現就會被人家採走 這個完全跟原意上來比完全不遜色 它真的很漂亮 只要一被看到幾乎都被採走 台灣還有一個蘭花 拖鞋蘭 應該在賣蘭花看過拖鞋蘭 對不對 那台灣的拖鞋蘭其實種類很少 然後 那個 在北部那邊有一個 那個開黃色花的拖鞋蘭 原生種的 據說它現在的族群量少於100顆 只要被看到就被採走 所以它現在所有被發現的點 全部都處於保密狀態 但是沒有用 那個很多人還是有辦法去 怎樣 挖出消息 不知道會寫 這是原文的 你不要按一個黃 但是單職業的 那也是幾幾可惟 好 所以 像淵緯的話 它傳統上被定義為是 長日照植物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子 他們想說長日照 所以就來試看看 如果我給它的一個日照時間夠長 OK 反過來 晚上的時間夠短 那淵緯就會開花 所以如果你現在給淵緯的那個 短日照的條件 日照太短 這時候 它時間到了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你整個生長的季節當中 要給它適當的光週期 等到它開花季節到的時候 看到開花 沒看到開花 來知道說 那個光週期到底合不合適 所以如果你現在給它的是短日照的週期的話 基本上它就不開 這樣OK 好 那你去看菊花 先不看右邊那個變化 你看那個菊花 左邊那兩個條件 菊花 你去給它這個條件 長日照的條件 它就不開 因為菊花是短日照植物 你以前一開始 錯誤的認知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讓菊花開花 你要給它短日照的植物 因為第一時間就想說 光和作用對植物這麼重要 對不對 所以光週期當中 一定是光照的這段期間 對植物的開不開花 影響比較大 一開始是這樣想 這也是膝蓋想出來的道 所以後來有人開始玩弄的 這個光週期怎麼玩呢 這兩個條件其實都掃畫了一個 這邊其實只有一個 一個看得出來的 最後邊 冤尾的最後邊這個條件 大致比到短日照 然後它在它的晚上的進行的過程當中 給它照光10分鐘 很短喔 你一個晚上如果有個十來小時的話 照光10分鐘 這樣不算很過分嗎 只是一個短時間 所以叫短暫的光照 那有時候會把它叫短暫的光照中斷 因為它會影響到晚上進行的連續性 你看看 那你旁邊再畫一個 就是一模一樣的光週期 然後呢 晚上不去干擾它 是白天的時候呢 給它遮光10分鐘 這樣才看得出它的效果 結果呢像這個 我去干擾它的晚上 本來你看 大致這個光週期 是不利於冤尾開花 參考隔壁 如果我現在是 那個短日照長黑夜的光週期的話 其實是不利於冤尾開花 可是我如果破壞了它的晚上的進行呢 這個冤尾會開喔 就是它的生長季節裡面 每天都搞 就是給它照個十分鐘 每天給它照個十分鐘 這樣子 跟 右邊再加一個條件 短日照長黑夜 黑夜不去影響它 那個白天的時間呢 每天給它遮光十分鐘 然後呢 冤尾還是不開 比照這個條件 冤尾還是不開 所以你看看到沒 我就干擾白天沒影響 干擾晚上 它從不開花變會開花 聽到嗎 然後菊花 我用這張圖 因為我這個少了一半 那如果是菊花的話呢 菊花這個原本的 那個最左邊是長日照 對不對 你給菊花一個長日照的條件 基本上它是不開的 所以菊花給它短日照的條件 它是會開的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那個菊花的最右邊那個條件 我給它菊花是短日照 它本來不是應該開花嗎 好 所以一樣 第三個條件 最右邊那個條件 它是晚上的時候呢 每天 給它照光十分鐘 結果 大致上這個光收集 本來應該對菊花是有利的 結果因為你晚上 把它切割掉了 所以這個菊花 它就變不開了 對不對 本來這個條件嘛 這個條件大致上對菊花是有利 看你們那個菊花的那個 條件裡面 189月那個嘛 所以 原本 短日照長黑暗 對菊花應該是有利的 可是你干擾它的晚上之後呢 它菊花就不開了 好 右邊再多畫一個 一樣 這樣的條件 然後干擾白天 不影響 就是菊花照開 所以你看 我去玩弄它的白天的進行過程 怎麼干擾它 基本上 大致上都不會影響到它的結果 可是我去干擾晚上 可能會導致原本開花變不開花 然後會開花變不開花 然後或者是開花變不開花 所以這樣看起來 我們以前對於日照的時間的長短 是影響植物開不開花 是個關鍵的時間 這個觀點好像有問題 晚上那個時間的連續性看起來比較重要 白天看起來比較不重要 所以才把這個觀念趕過來 所以以前那個長日照短日照這個詞 也原來又是一番誤解 原來對植物來說 光週期比較重要的是夜晚進行的連續性 夜晚進行的時間 一、長度要夠長或夠短 二、不能中間有干擾的發生 不能有干擾的發生 如果發生干擾的話 那那個干擾很有可能會導致它開花或不開花 就是反面的這個結果 所以大致上來說 這個是我們用這樣簡單的角度來說 基礎生物上冊如果會出的話 題目到此為止 這個跟光明書又無關 從頭到尾都看不出有任何討論光明書的必要性 所以後來他們就很納悶 植物到底用什麼方式去感受光線 所以這邊有兩個研究的方向 一個是這個 那時候他們努力在找植物感受光線的工具 就是光明書 所以有人在努力萃取 萃取出來之後去研究蛋白質的特質 另外光週期還有人繼續在玩弄下去 就是比較深的 這個是在高山的範圍裡面才會去考到這種程度 基礎生物上冊不應該探討到這個層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看左邊這兩個基本條件 我現在給一個短夜時間短夜的週期 所以對約會有利對菊花不利 然後如果你現在給的是一個長夜 多長跨過臨界點 這條虛線就是臨界黑暗 那為什麼你去看所有教科書 幾乎都會擺成這樣的圖 因為很妙的是菊花跟淵尾的臨界黑暗 剛好是同一個 只是淵尾的話是黑暗期要比這個虛線短 然後菊花的話是黑暗期要跨過這條虛線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放在同一張圖上面就很好講了 好所以左邊這兩個只是一個基本條件 所以接下來怎麼玩呢 他們後來發現原來光明素那個關鍵的影響 就是在紅光跟紅外光 所以我可以不用一般的白色光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圖 這個是用一般正常的白光 去照射它十分鐘 後來看不用 我只要抽紅色光這個放得出來用就可以了 好所以你現在看第三個條件 這個條件裡面呢 大致上這個光周期是長夜條件 長夜條件本來對菊花有利 對淵尾不利 對不對 可是我在它夜晚的進行過程當中 來給它用可見光的紅色光照了十分鐘 結果呢 這樣一照之後呢 菊花不開了 但淵尾變成不開 這個跟旁邊的比應該很明顯 好 所以我不用白色光去處理 我只要拿白色光當中 紅色可見光的紅光出外玩就可以了 那後來換光敏樹另外一個 比較明顯的吸收的波長範圍在紅外光嘛 所以他們後來就把紅外光的條件再加進來 所以你要看接下來這個 左邊上來第四個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要看喔 你如果怕的話你就標順序 我在它原本的長夜條件裡面 進入晚上之後呢 先來給它照個紅色光十分鐘 隔一小段時間之後呢 比如說隔個半小時 然後呢再補個紅外光的照射 這樣懂齁 所以先用紅光照射一次 隔一個時間 然後再照射紅外光 然後大致上整個光周期 比照這個就是長夜條件 可是紅光照一次 再補紅外光照一次 然後呢菊花會開了 那沒有人還是不開了 就是跟這個一樣 沒有人不開了 然後再玩下去 所以再玩右邊的這個是這樣 就是長夜條件 然後進入晚上之後呢 先來一次紅光 隔一段時間補個紅外光 然後做完之後呢 再隔一段時間再補個紅光 看不開 菊花又變不開了 然後鴛尾又變不開了 然後再玩到最後一個 所以最後一個是這樣子 長夜條件 進入晚上之後 先來一次紅光 之後補個紅外光 紅外光之後呢 再加一個紅光 紅外光之後 紅外光之後 再補一個紅外光 然後呢菊花又開了 菊花又開了 菊花又不開了 趕快 看出規則性了沒 兩個 第一個 看整個光週期的日夜相對長短 當然是晚上這段時間比較重要 所以你去看 黑暗的時間 到底有沒有跨越臨界黑暗 好先看這個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 開不開 大致上這是一個長夜條件 長夜條件不是應該是 對菊花有利 對鴛尾這種短夜食物不利嗎 對吧 好 所以 這四種處理裡面 你仔細看最後一次就好 因為紅外光 你把它當成是晚上的特色的光 所以如果它現在已經是長夜 長夜裡面加黑暗的條件 所以黑暗疊上黑暗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FR是不是有利於 紅外光是不是有利於PFR 轉變回PR 而且這時候是可以減少PFR 那所以對菊花是不是有利 你PFR是往減少的方向發展的話 對它對菊花是不是有利 對不對 但是對於原本就不利 所以只要看最後一次就好了 所以像這個有沒有 我最後一次如果照的是什麼 如果照的是紅光 紅光是有利於反應向右 反應向右的話是增加PFR 增加PFR 增加PFR對寫不利 對菊花是不利 但是對原本是不是有利 所以你前面怎麼玩都不管 以最後一次 這樣可以提醒嗎 好 前面你怎麼換來換去 包括喔 比如說我們來個像這個變化 你把這個查件改成紅光一次 紅光兩次 然後第三個補成紅外光 好 你還是只看第三次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 好 那你們之後會遇到一些很大膽的題目 它是這樣子 比如說 紅光照射30分鐘 紅外光照射10分鐘 它用時間來決定兩個的量的變化 這種題目出得很大膽 但原則上大部分都不敢講是正確或不正確 因為這種東西要實驗決定 你不能用膝蓋想說 喔 30分鐘大於10分鐘 對不對 所以紅光照30分鐘 一定大於那個紅外光照10分鐘 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這種東西要實驗決定 有些題目真的很感觸 這種題目你就看看就好了 這樣 好 所以有關光周期的部分就到這邊 所以你們國中已經回答過這個題目 所以為什麼菊花點 反而要在秋冬的季節的時候 夜間要點燈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需要長夜嗎 對不對 你反而是點燈 不是讓它變成短夜 短夜不是不利於它開花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為了延遲它的開花時間 做季節的調整 也不要大家在同一個時間 這個盛產、採收 然後價格馬上掉下來 對不對 尤其是你就配合那個像那個什麼 那個農曆年的那個時間 大家會比較願意花錢買花的那個時候 來賣 基本上價錢一定比較好 OK啊 其實還有一個 晚上你點的光 再怎麼樣強都不會比太陽光強 所以這個時候呢 菊花還有一個好處 它那個金會一直抽長 插花的人都喜歡那個 金長長的葉片有點綴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簡單剪個幾個地方 插花就很方便 好 就是若光下的金 有這個特色 會拉長 好 下課 15分要靠近地喔 要靠近地喔 要靠近地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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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